台中大渡區的遊園路上 前車突然停住 繞道而行 怎麼回事 駕駛一看 竟是有人坐在地上 詭異爬行 四周暗迷茂 經見男子督坐路中 往來的車輛還閃燈提醒 但他完全不為所動 以雙手稱帝 這畫面也嚇壞 用路人 警方到場一查 坐在地上的是64歲的郭姓男子 他喝太醉才會坐在馬路上 事後他拒絕送醫 但這在路中歸異 倒退爬行的行徑 將被開罰 另外台中這名駕駛 則是完全無視行人 行人搬馬線已經過了一半 轎車咻的一下 直接左轉 像是沒看到人 直直往前衝 差點撞上行人 害他嚇了一跳 網友看了氣翻 說這情形都快跟酒駕一樣了 偷發駕駛 開車都不看 壓線又撞人 最後還想牽拖A柱 駕駛的駕照可以燒一燒了 駕駛為禮讓行人將被開罰 但這畫面還是讓目擊民眾感嘆 雖然政府祭出重罰 但不禮讓的情況仍持續上演 接下來我們在景城台中採訪的報導